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款改变游戏界格局的重磅作品 黑神话 悟空 这款游戏不仅让中国的游戏友好型酒店预定量激增 还引发了游戏迷们对游戏文化的新热潮 根据Trip.com的数据 自游戏发布以来 许多专门为玩家提供高端游戏设备的酒店 都出现了房价上涨和预定一空的情况 特别是在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中间 然而这款游戏的成功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性别歧视 开发商Game Science面对的指控 不仅让游戏的形象受到影响 也引起了对整个游戏行业性别问题的反思 尽管女性玩家的数量日益增加 她们在游戏产业中的地位却依然薄弱 甚至常常遭遇性骚扰 我们将探讨这款游戏如何影响了酒店业 以及它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的挑战和机会 这是一次关于游戏与文化交融的深刻反思 更是对未来游戏产业的一次重要呼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近期的一篇文章 探讨了中国大型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发布 如何引发了游戏友好型酒店的预定激增 以及这款游戏在游戏产业和性别歧视问题上的影响 以下是对此文章内容的详细复述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子游戏热潮之一 黑神话悟空自发布以来 引发了游戏友好型酒店的预定激增 特别是那些为没有自己游戏设备的游戏迷 提供房间的酒店 根据旅游提供商Trip.com的数据 8月20日游戏发布当天 一些酒店的多人房间就已经售庆 Trip.com集团确认了这一活动的激增 报告称当晚游戏房间的搜索量 比前一天增加了40% 这些酒店的预定者中 近70%为90后和00后75%是男性 黑神话悟空 由腾讯支持的初创工作室Game Science开发 是一款基于16世纪中国小说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3A及高端游戏 游戏的成功不仅激发了悟空经济 带动了旅游和电脑配件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还推动了国内部分地区的旅游热潮 据Trip.com的数据 将旅游与游戏结合 已成为中国年轻旅行者中 最受欢迎的新文化旅游体验之一 游戏酒店为客人提供了一种舒适的方式 来逃避现实并进行游戏 房间内配备了高端PC 快速互联网连接 游戏主机和控制器 以及虚拟现实设备 游戏酒店已成为年轻人社交聚会的新选择 他们可能会预定多个房间一起社交 并共同体验游戏 自《黑神话》《悟空》发布以来 万游电竞酒店连锁店尤为成功 许多分店的房间一周内就被预定一空 即使房价比正常水平高出一倍多 万游酒店的每个房间 都配有价值约2万元 约2807美元的高性能显卡PC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游戏迷 他们希望在暑假结束前 体验《黑神话》的魅力 在上海长寿路的一家万游酒店 自8月20日以来 双人房每晚的价格已超过700元 比游戏发布前的约300元 上涨了100%以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台经理表示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戏迷 酒店计划在未来几周内 将其28个房间中的NVIDIA 4070显卡 更换为4090型号 该酒店的多人房间价格高达800元 不过 新学期开始后 酒店将失去部分客户群 为此酒店决定升级硬件 以吸引更多的成年人客户 《黑神话》 《悟空》不仅推动了酒店业的发展 还激发了游戏故事情节中 涉及的旅游景点的热度 游戏中使用了中国各地的 36个风景名声作为背景 其中27个在山西省 根据trip.com的数据 游戏发布当天 山西省的搜索量 比前一天增加了10%以上 大同和朔州等的城市的搜索量 增加了20% 一些与寺庙相关的景点 如山西的小溪天 预定量显著增长 许多游客分享了 他们参观游戏中 出现的真实古建筑的经历 截至周一 《黑神话》的销量 已超过1540万份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Video Game Insights的数据显示 该游戏在视频游戏 平台Steam上的收入 总计超过7.37亿美元 尽管《黑神话》 《悟空》 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但该游戏的开发者 Game Science 在性别歧视问题上 受到广泛批评 2020年 《黑神话》 《悟空》的预告片 发布后 引起全球轰动 但随后 AIM Science的CEO冯继 发表了露骨的 性别歧视言论 导致一些人抵制该游戏 该公司在2015年 招片海报中 使用的图像 也遭到批评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 一名男子 将一罐红牛饮料 放在生殖器上 尽管这些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负面反响 工作室并未公开道歉 而其辩护者则称 这些批评 故意挑起性别间的 敌对情绪 这种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全球游戏产业中 并不罕见 2014年的Gamergate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一场 针对游戏产业中 女性的协同骚扰运动 事件起源于 24岁美国人 Aaron Jonny的 一篇博客文章 她在文章中 对前女友 Zoey Quinn 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称她为了获得正面评价 而进行性交易 随后一群网络暴徒 已促进 游戏新闻伦理的 名义开始监控 女性的性行为 这场事件 暴露了游戏产业中 性别歧视的严重性 女性玩家在线上游戏中 经常遭遇性骚扰 2020年的一篇 《南华早报》报道中 引用了一名女性玩家的话 她在玩Ult2时 被问及胸罩尺寸 并被告知她玩游戏 是因为 她太丑了 没有男朋友 女性不擅长 战斗游戏的刻板印象 也普遍存在 一些人声称 这就是为什么 在电子经济中 成功的女性玩家 如此之少 这种观念 反映了战斗 被视为男性领域的 社会认知 女性在游戏产业中的 话语权缺乏 也加剧了这种信念 尽管近年来 女性玩家的数量 有所增加 但她们仍然不被视为 具有强大购买力 根据政府运营的 游戏产业协会的报告 2019年中国有3亿女性玩家 占全国玩家 总数的46.2% 但女性在游戏上的花费 远不及男性 仅占中国游戏收入的 不到四分之一 游戏制作公司中 担任制作人 设计师 或程序员的女性 也非常少 导致游戏角色 和故事情节的设计 更多地迎合男性 女性角色通常穿着暴露 缺乏完整的角色发展 女性玩家 对此问题心知肚明 并开始发声 女性专属的游戏论坛 逐渐成为 讨论哪些游戏 对女性友好 哪些游戏 有所改进的平台 一些女性制作人 也开始主动招募 其他女性 一起制作 针对女性的游戏 尽管这些只是小步伐 但显示出改变态度的希望 最后 除非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有效地对抗性别歧视 否则艳女正将 继续困扰游戏世界 总结来说 《黑神话》 《悟空》的发布 不仅推动了 中国游戏友好型酒店的预定 还引发了 关于性别歧视问题的讨论 这款游戏的成功 展示了中国游戏产业的潜力 但也暴露了 性别歧视问题的严峻现实 面对挑战 游戏产业需要进一步努力 确保性别平等 和包容性的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黑神话 悟空引发了 中国游戏酒店预定的狂潮 这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一大进步 这不仅推动了 相关行业的发展 也让更多人了解游戏的魅力 你们想想 这就像当年魔兽世界一样 让无数人投入其中 游戏酒店 为那些没有高端设备的玩家提供了便利 让他们有机会体验最新的游戏 这难道不好吗 嘿 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你说得太夸张了 游戏酒店的确吸引了很多人 但你看看那些价格翻倍的房间 这不就是在割韭菜吗 这就像当年垄断压脖市场的那位老板一样 赚得盆满钵满 但消费者却被坑得不轻 而且别忘了这游戏背后的性别歧视问题 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谢奇奇 别这么激动嘛 价格上涨是市场供需关系的结果 这和当年洛阳纸柜的情况差不多 大家都想体验黑神话的魅力 自然会有市场需求 而且这些游戏酒店还提供了高端设备和舒适的环境 让玩家能够更好地享受游戏 至于性别歧视问题 这是整个行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应该因此否定这款游戏的成功 楚天书 你这说得也太鸡汤了吧 游戏的成功不能掩盖其背后的问题 性别歧视在游戏产业中已经猖獗多年 这次又是一个典型案例 你看2020年的Gamergate 事件到现在还让人心有余悸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 所谓的成功也不过是泡沫罢了 而且这些高价游戏酒店 让多少人望而却步 真正享受游戏的人并不多 好吧 谢琪琪 我承认性别歧视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但这并不影响黑神话 悟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突破 这款游戏以西游记为背景 让全球玩家了解中华文化 这是很大的贡献 就像当年王者荣耀一样 让中国的游戏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至于价格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会自行调整 游戏酒店也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 文化输出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成功无法持久 就像当年的大话西游 虽然经典 但也未能解决游戏产业的根本问题 性别歧视 价格高昂 酒店硬件升级等等 这些都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繁荣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